他们就是害怕有人大声地说出来 看那个皇帝身上并没有衣服 媒体报道网友热议 美国所长您听到墙外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齐笑天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观众朋友们先点个赞 这样可以让YouTube的算法更多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这些墙外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谢谢大家 10月7号 哈马斯恐怖组织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杀戮和绑架 震惊了国际社会 各国纷纷声明谴责哈马斯的暴行 并坚决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利 而号称负责任的中国政府 此时却显得如此鸡贼 用所谓的平衡外交 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 揭开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 忘顾道义的外交算计 报道的标题是 中国呼吁缔造中东和平 但避坛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报道中说 在10月7日以来 中国避坛哈马斯此次残暴的恐袭行动 这种做法与避免使用入侵等字眼 描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袭击如出一辙 同时也凸显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 倾向于巴勒斯坦的立场 以及挑战西方地缘政治叙事的努力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将报道的重点对准在以色列发生的杀戮场面 而是聚集于以色列军方在加沙的强力回应 并展现巴勒斯产人的苦难日益加深的背景 往往还会同时展示美国军舰的视频和照片 仿佛暗示以色列的这种反应是由美国主导的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说 历史上中国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方面 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保持一致 相比之下以色列始终是美国的盟友 中国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中东等热点地区的中立方与和平缔造者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没有对以色列表达同情 是为了避免激怒阿拉伯世界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数学游戏 阿拉伯国家联盟有20多个成员 而以色列孤家寡人 支持前者意味着在联合国有更多的选票和更大的市场机会 有助于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和其他发展与安全倡议 此外 阿拉伯世界为中国提供石油 近年来 中国政府对以色列科技行业加大赞赏 对以方表现出友好态度 但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 包括后者未得到满足地建立一个自治国家的要求 而中国的声明认为 这一要求未得到满足 是巴以最近爆发敌对行动的根本原因 今年6月 习近平接待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通常将这个词用于在全球事务中 与中国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 在最近的袭击发生前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也预计最早将本月前往北京与习近平会晤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表态反应平淡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科学家 Elizabeth Wishnick称 这与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做法如出一辙 这样的立场与中国政府在全球事务中 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承诺形成反差 分析人士表示 最新的信息反映出中国政府根深蒂固的政策 而不是反应迟钝 中国政府上周六表达的高度关注 几乎一字不差地照搬了外交部在4月 霸易爆发较小规模敌对行动后发表的声明 也与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声明一致 中国政府对哈马斯屠杀以色列家庭的事件 保持相对沉默 并对以色列的反应表现出关切的迹象 至于面对西方有关中国在新疆扣押大量维吾尔族乌斯林的批评时 中国的反驳言论形成对比 中国当时称 要消除恐怖主义就必须大力采取行动 其次 尽管伊朗庆祝这次袭击 以色列在过程中释放了激压已久的对哈马斯的仇恨 中国需要充当与伊朗有关的调停角色 如果美国决定试图减轻以色列对伊朗的愤怒 中国也需要采取同样的行动 Jordan Schneider为他位于纽约的媒体中国话 追踪中国政府的信息发布情况 他说 中方的态度就是 反恐这话 我能说 但你不能说 Schneider还说 中国避免发表同情以色列的评论 可能会在阿拉伯世界获得短暂的好处 但无助于习近平建立国际信誉的目标 Schneider称 如果想成为受全球尊重的超级大国 就必须有人性 美国驻华大使Nicholas Burns 上周三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讲话时说 中国是否有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调解人 还有待观察 在调解中 你必须对双方都说真话 报道中 专家Schneider说 想成为受全球尊重的超级大国 就必须有人性 大使伯恩斯说 在调停冲突中 中国必须对双方都说真话 这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说太难了 中国的外交原则就是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 以色列的敌人是哈马斯 那么哈马斯就是习近平的朋友 没有道义人性可言 至于伯恩斯大使希望中国说真话 那真就呵呵了 希望西方世界和以色列这次能够觉醒 经济崩塌 任由习近平怎么忽悠 民众仍然无紧荷包 不愿消费 其实不是不愿 而是不敢 未来的不确定性 让民众只能精打细算过日子 中国的经济学家 为此发明了一个词 叫消费降级 如今 西方主流媒体 已经关注到了中国的这一个经济迹象 我们通过这些媒体的不同角度 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华尔街日报从网络消费平台的角度 做出了分析 报道说 到目前为止 中国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情况并不均衡 中国居民已恢复了购物 旅游和外出就餐 但更多人是花每一笔钱都要精打细算 中国的视角媒体平台上充斥着 关于消费降级的讨论 人们在这些平台上分享寻找洗面奶 工作装等各种日商用品评替的经验 官方数据显示 过去几个月 中国的整体零售额同比降幅的百分比 仅为个位数 投资者正在压注于中国消费者的这种新消费习惯 拼多多的美国存托凭证 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31% 该公司市值约为1420亿美元 现在大约是电商竞争对手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三倍 拼多多成立于2015年 以低于许多其他零售商的价格 在线销售实杂产品、服装、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 今年迄今 京东的ADR累计下跌50% MSCI名胜中国指数已回落至熊市区域 而根据拼多多的最新财报 该公司第二财季营收猛增66% 达到72亿美元 中信里昂证券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消费者最近在服装上的支出减少 拼多当地消费者认为 服装品牌优衣库的性价比最高 超过了H&M和GAB等西方品牌 是所有年龄段受访者购买最多的品牌 拼多中国家庭正努力应对就业和收入越发不稳定的难题 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也令居民房产价值缩水 人们由此在消费方面更加货币三加 并开始寻找便宜货 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消费者信心低迷的分析 是从一杯咖啡的角度进行的 相关报道的题目是 中国掀起消费降级潮 价格占内卷中的经济低迷 报道说 瑞幸咖啡是一家人气颇高的中国连锁品牌 以价格优势打败星巴克而声名确起 目前它已开设了1万800家门店 但现在 瑞幸的两位创始人另起炉灶 新创立的品牌库迪咖啡正在与瑞幸展开降价竞争 库迪将门店开在瑞幸门店附近 出售比瑞幸价格更低的同款饮料 有时就少了一块钱 今年早些时候 库迪推出了将拿铁价格降至9.9元一杯的促销活动 迫使瑞幸跟进降价并承诺两年内不涨价 最后 库迪将拿铁价格进一步降到8.8元一杯 咖啡价格战反映了中国消费者中的一股新趋势 为了应对由房地产行业危机和出口下降所导致的经济低迷 他们正在减少支出 增加储蓄 上个月 消费降级成为微博上的热搜话题 对需要民众增加消费的中国领导层来说 这种节俭趋势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政策制定者寄希望于国内消费增长 以此来代替基础设施支出和房地产投资 后两者的行衰周期已让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债态高筑 墨纳神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史赫林表示 中国人口袋里的钱其实并不多 所以依靠民众消费推动中国经济的政策没有取得成效 随着民众削减开支 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对于像33岁的陈希希这样的消费者来说 保持谨慎是有理由的 陈希希是湖北一所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 由于疫情和监管部门的打压 她从事金融业的账户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 因此她正在减少支出 陈希希说 她不再购买星巴克的咖啡 而是根据谁便宜我就喝谁的原则 在瑞幸和库底之间做出选择 她以前总使用昂贵的日本爽肤水 但现在改用价格便宜了90%的中国品牌 她也不再去维多利亚的秘密购买胸罩和内衣 而是选择每件售价约20元的不知名品牌 陈希希说 今年的经济形势还是很明显差了下来 我也不知道我存钱要干什么 但是我总觉得有一些钱应该会比较有安全感 星巴克表示 开业一年以上的中国门店 在最近一个季度的营收增长了46% 但平均客单价下降了1% 星巴克中国区负责人王静英 在8月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 该公司将对折扣保持战略定力 据国内媒体报道 外卖公司美团在8月与投资分析师举行的电话会议上发出预警 预计三季度的外卖订单的增长将放缓 部分原因是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的需求下降 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 在6月的端午节出游旺季 国内游客人均消费约352元 比去年增长8% 但相较2019年仍低了14% 如今已经很难评估中国消费者的信心 因为中国在今年春天停止发布 这个从33年前开始从无间断的调查数据 这是北京当局应对疲软经济数据的办法 面对不确定的前景 中国民众正在增加储蓄 根据中国央行7月发布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家庭银行存款增加了11.91万亿元 增幅创10年来新高 这样的储蓄激增尤为反常 因为中国的银行在6月初降低了存款利率 为的就是鼓励消费增加投资 29岁的王超在今年5月失业后只能靠失业旧基金度日 因此不得大幅削减开支 他说自己主要在拼多多等折扣网站上购物 不再使用通常质量更好但价格更贵的淘宝 他说虽然拼多多上买水果更便宜 但是品质不太好 由于大量企业倒闭 王超很难在物流行业找到新工作 他是中国失业大军的一员 他们都在竞争为数不多的工作机会 失去收入来源后 王超省吃潜用以便细水长流 他说为了维持生活就只能降低一下自己的消费 因为人口危机以及中国与西方的持续脱钩 经济的走向只会随着时间恶化 消费者节约的习惯也只能越来越不变 观众朋友们 你们的消费习惯在过去几年有什么样的改变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环节 李老师报道 据以色列当地华人透露 目前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已经彻底摆烂 在当地华人群里 只像复读军一样 发送让大家自己注意安全的信息 完全不回答大家的问题 也不统计人员信息和提供有效避难信息 甚至连大使馆电话也已经打不通了 目前一组以色列中国留学生群的图片在网络上流传 途中学生们询问什么时候安排撤侨 表示身边其他国家的同学都被他们的国家接走了 并询问大使馆什么时候谴责哈马斯以保障当地华人的安全 结果这些留学生被使馆工作人员警告 不要在群里发无关内容和闲聊 学生们感叹 出了国才知道 战狼是最大的谣言 推着网友评论 30年官场逆淘汰 从皇帝到科员 哪个不是闹种 除了欺负手务寸铁的老百姓 这群砸碎什么都干不了 在以色列的中国留学生不要紧 中共最需要的还是保住面子 以色列留学圈的网友转发了一个奇葩的事件 很多留学生收到一位前留学生的私信 请求他们在以色列拍一些正能量的视频 后来 这个人假装自己在以色列的防空洞并拍视频说 中国大使馆正在积极救援等虚假信息 结果 这个拍假视频的人露馅了 他的IP属地暴露了 原来他人在北京 推着网友评论 至于他为什么要找人录视频 为什么最后要自己录视频 答案很明显 有党的经费 厚厚的一达支票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首先 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 在上期评论区里 对英雄彭在周彭力发的支持 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刻 在所有中国人都被习近平的荒唐政策 封禁在家中的时候 这位勇者的无谓行动 不但解放了大家 也给热爱自由的中国人 提供了新的精神 钢铁寒粉评论 参与白纸革命的勇者们说 这些尝过自由滋味的人 哪怕只有一秒钟 他们也会永远记得这个感觉 团子回应痛哭赞美毛泽东的老太太说 没有毛腊肉 我们不会有今天 这句话没错 如果没有这个恶魔 我们会拥有更好的生活 身边也会多出很多 本该活着和出生的人 最后A22讽刺的说 习爷爷 烈害就烈害在 他把毛和凳的所有缺点 都学到了 节目最后 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虽然中共没有出来 直接支持哈马斯 不过被中共洗脑的粉红们 就给痛快的血口喷人了 这位小粉红 也没听到有人支持以色列 在大街上失控的大喊大叫 网友评论 这种狂热的纳粹分子 有个共同点 他们会迅速返回赤贫 而且越是赤贫 越是疯狂 网友嘲讽习近平的作风 会拿他和朝鲜的金正恩做对比 残酷的现实是 这个比例越来越逼真了 这个县委书记 在他的辖区 过了一把总书记的瘾 总书记最后讲 总书记在这 请问 对着网友讽刺的评论 没有热泪盈眶 没有抱头痛哭 还略输一点 最后我们来听听 这位外卖小哥 讲述自己的人生 被烂尾楼改变的经历 网友感叹的说 最后的结果大概率是房贷还完了 房子依然烂尾 到头来前方两空 还不如借光所有的平台 走线去美国好民主党的羊毛呢 美国热搜建立了一个 Telegram的电报群 名字叫 美国热搜网友爆料交流群 我们把加入该群的link 放到里描述区里和置顶留言中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入 给我们爆料你们身边的新闻 另外也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 加入美国之音的官方电报群 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